55.98万年的理想MEGA 你觉得贵吗 我想你肯定第一反应会觉得贵 但如果是落地加价将近100万的丰田alpha呢 昨天参加了理想MEGA的发布会 在聊这款车之前 想先给大家谈谈我对MPV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 现今的MPV不再是GL8一家独大的格局 在这年涌现了非常多的高端国产优质MPV 比如说腾式D9 极客009 小鹏X9等 他们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并逐步蚕食掉了比克GL8的市场 但丰田alpha 依旧没有任何车能够威胁到它 当大家谈到豪华MPV的时候 alpha依旧是顶流 依旧没有国产MPV能够与之比天 这其实让我感到非常的不爽 因为在中国汽车工业高速发展的今天 在合资被国产围剿的今天 竟然还有个市场 让小日本 让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日本车 不断的割韭菜 但是富人真的蠢吗 并不是 在富人的眼中 价格永远不是敏感点 这个车所代表的身份地位才是 Alpha所代表的那种品位 才是他们所在意的 可能你无法想象 在很多Alpha车主眼中 开Alpha其实是务实低调的代表 毕竟他并没有开着迈巴赫 法拉利等在你面前炫耀 那么为什么自主豪华MPV 一直无法比担Alpha呢 因为这是一个被Alpha所定义的市场 现阶市场上的豪华MPV身上 总是照着Alpha的模样去刻画 似乎谁造的更像Alpha谁就能大买 但亲爱的你要明白那叫跟风 叫魔法 永远只能跟在Alpha后面 哪怕你造的车叫比Alpha 在富人的眼中 房品永远是房品的价格 他们依旧渴望购买正品 因为正品所代表的品位 才是最正宗的 首先我在Mega上看到了新的可能 能够真正比肩Alpha的可能 为什么豪华MPV一定要像Alpha 在Mega身上你可以看到 一切设计都是被重塑的 他有自己的一套美学理念 水滴型车头 无瑕车身和独特封刃 从外观到类似 他并没有跟着Alpha的节奏去走 而是理想的理想主义 当然我承认Mega的设计师 也可能并没有想这么多 他只是经常出差坐高铁 然而你不能否认的是 理想Mega这一次 打破了MPV造型的固有印象 而这种自己的美学理念 恰恰很契合富人们 对品位二致的追求 至于尺寸 动力 续航这类的东西 重要吗 不重要 超过50万的单品 没有一个是拉卡的 3791毫米的车内空间 8.26平方米的玻璃面积 坐电软硬调节 5C超充 710公里续航 冰箱踩电大沙发 不然你真以为 就凭我在这里讲个故事 他就能卖到50万吗 退一步来说 就Alpha那套 上个世纪的配置 富人们真的在意过吗 所以我是真的很看好Mega 而且恰恰理想 也是一家 化不可能为可能的公司 一年前 所有人都在嘲笑 冰箱踩电大沙发 一年后 很多人都笑不出来 因为理想的财报表示 他们确实成功了 而且现今的很多主机厂 也开始把冰箱踩电大沙发 当作自己的产品卖点 理想或许不懂技术 但是他真的很懂消费者 Mega没有打动你 或许是因为 你并不是他的目标群体 我相信 国产全面超越合资 并走向全球 只是时间问题 比亚迪长安吉利 越来越像我们自己的丰田大众 而理想汽车 很多人都说他不坑穷人 而这种说法 以前是放在奔驰宝马上的 他确实也正朝着 国产版奔驰宝马品牌的道路前进 所以55.98万的Mega 对于我和我的马赖来说 非一记而归 但对于他的目标群体来说 真的还不错